大家早上好 现在时间的是中午12点的37分 你要问我几号呢 现在已经是3月28号的早3月28号星期天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呢看到在这个小镇上的干嘛呢 我们在这个小镇上最起码就来点采购点东西 我们过海关卡住了 这个卡住的完全不是我的原因 也不是公司的原因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回头给大家慢慢讲吧 因为你知道吗 在这最困难的最最恶心的就是说你这两个人开车一旦把 一旦被卡在海关或者被卡在就是没货拿的时候卡个两三天是很正常的 我通常下一年的会卡两次 这次呢又被卡在这里 这是今年我第3个税不但是我们已经被卡两次了 一次是被海关卡一次这次是被海关卡 那上次的就是因为那个货没有货没有拉回来后所以我们星期五到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 回来 所以要等星期一才拉的货 现在呢我们已经在看着 我们这个机的 已经煮上了啊 我们现在把车开着开的我们现在直接就往海关开往海关开开开多让我们还有开四分钟 开到了 开吃这就是今天啊 为什么不愿意在这小镇上待着呢 就这个小镇上待的时候我们去洗澡啊不如洗澡就说 刷牙漱口吧 垃圾的都 方便就对我们就是很不方便 而到了海关的时候呢海关有垃圾桶 也有那个厕所洗手间可以跟我们24小时使 这是最舒服的 知道吧 如果你还不知道 就跟着我一起去海关看看 路过免税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去逛逛 但这个免税店是很小的 好了 跟着随着我一脚步 一起走起来 大家晚上好 不知道为什么说晚上好 因为现在是 给大家看一下 深夜22点24分 我那是被外面这个 暴风雨 惊醒的 那今天呢我在跟大家 外面是暴风雪的算是 刚才吹的我的车是一直在抖 所以说把我惊醒了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今天呢我正好是趁这个时间再到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如何让 如何就是 现在看到没有 外面全都是下了雪 如果说现在不管他又会结冰 结了冰之后呢他就会 怎么说第2天你要早上热车的好什么好这个这个 玻璃的时间就会 特别特别的时间长 如果你要想晚上 那个 不开的话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个用一样什么样的小喵招之后呢 你这个雨刷器第2天呢 就不需要动了 首先呢 把车打着火 打着火的时候呢把你的雨刷机先开开 这些雨刷机的被开着了吗 现在的就说你要等到雨刷起达到最上面的时候呢 你把雨刷你把直接火熄掉就可以了 能不能找到那个时间我们数一下 5 4 3 2 1 我可以把雨刷机的条块看一下 看明白了吗 这个操作之后呢雨刷机会停在这上面 所以是等他要自动滑下来的时候呢第2天呢 我们的雨刷机就不会动着了 而且呢 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 学会给我点个赞 明天呢 我们海关的通关问题呢就可以成功的 拿到手了 但具体什么时间不知道 今天晚上我要看看外面的气温 如果现在呢 还有一个 如果是现在呢我想看外面的气温怎么办怎么看呢 我会用我的网络看 而不是用汽车的温度看 好了外面 寒风还呼啸着 我们呢里面的温度呢还是有哈气的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里认真的度过今天的晚上夜晚 我们车里不会很冷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穿短袖如果说冷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开短期 就这样希望我们明天可以过海关现在我们的海关的还有10公里的距离 大家好这回就记录了我可以如何过海关了啊 这次我们过海关的时候是什么位置呢 是在那个Kingsgate在British Columbia在哥伦比亚WN哥伦比亚省的Kingsgate这个地方 海关这也是一个 commercial的海关 那我们现在呢是下午2点下午1点55分啊 当地时间我们终于的把我的通关文迭都算是搞定了 现在我们直接向Sandy亚哥进攻 我们坚决要在一天之内把Sandy 把Sandy亚哥拿下 好了这就是加拿大的海关 我们上路了兄弟们 哈哈哈不容易不容易在我们不耗尽的将近在我们我们在这里等待了我们在这海关等了多少时间呢等了整整70个小时啊 等一点不怕 只要不错就行 今天此视频来记录一下现在时间的是3月29号的下午3点25分 我们现在在海关那又被卡着了 海关哪国的海关最屌啊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加拿大海关还是比较nice美国海关是真是屌酷拽炫啊不管了 然后呢所以说希望大家开卡车过美国海关的时候呢 就不要跟他玩 屌酷拽炫了啊 就说没事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最搞笑的是现在我们遇到什么 就说 我在哪儿过海关的时候那个那个海关跟我说 你把你车停在这里 你们两个进屋 好的然后呢我们俩就是我们我们哥俩呢就是把车停在这里进屋我们还刚卖了一半门 那门还有两层打开第1个门第2个门才能进到office里面还没第2个门还没开没完全开了一半我的腿刚探紧半条 另外一个office说了 Go back to your truck I'm waiting for me就回到你卡车上我会从卡车上揪你下来的 我这什么情况 然后我又回车里又待了十分钟 我呢干嘛 我就不能当傻子了 我得过去 再问他一遍 我说 但是你一定要跟他非常有礼貌的说 I'm just here to double check 我只是过来什么double check 我该听哪个office的 我一个office让我进来一个office让我去卡这里呆着 他就说听我的回去 那这时候呢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这就是 这就是非常屌裤转炫的USBorder 实际Espot 爱的好啊 看到了没有 牛逼吧 好了不敢给大家拍了如果说再拍你吗他们看着了你又说装逼屌旋库说我他妈的逼的是说什么是 说我是美的美的的那个什么谋反分子了我就不敢办了 好啊看看我们什么时候能过海关啊 那现在时间的下午已经3点45分了我们成功了过了美国海关在爱的后这个地方啊 爱的后的意思 爱的后的意思 好了 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向前冲啊我们今天我明天这个时候要抵达我们要成功把 圣地亚哥拿下 delicate chodzi用 Miles要来掉 别化吗 我不知道 好啊 出验 我们来到 broccoli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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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芒大拿中 网站 我开车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薯片 为什么 因为我嘴里没味道 吃完薯片之后我就会瓶瓶的喝水 身上风景吧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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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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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